提载曾是惠州民阵一时的地下王者 在2012年的广东三大行动当中 警方离庭扫穴 提载狼堂入狱 绰号提载的叶剑提 1966年生于惠州惠阳 东朝大亚湾 南陵深圳 西街东莞 惠州南端的惠阳 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提载的老家在惠阳区秋长街道的茶园村 一个偏居城 娇山牛的客家围村 提载是五个兄弟里面的老二 从小泼皮玩猎 常代的小伙伴偷西瓜 喜欢大家出头 直到对方跪地求饶 如此这一般 小学没毕业就争投学校 十来岁便走上了社会 跑摩迪做马仔 起初一直是底层打滚 没玩出什么名堂花样 90年代初 陆港交往加速 惠阳南端紧爱着深圳的淡水 秋长跟着火跃了起来 一些香港江湖势力迂回混入 提载便于此时加入了水防帮 有了社团资金的支持 提载开始迅速冒起 彼时当地老大是六载 一个年仅21岁的江湖猛人 于三河 永湖 梁景 平潭 陈江等多个乡镇都有势力 提载活动范围主要在秋长 两个人都是在经营地下赌场 一次六载小地光仔到提载的赌场 收保护费 被提载手下打伤 1993年5月 提载主动请六载吃饭讲和 六载刚离开自己的地盘 便被提载身后冲出的十多名手下塞进了车里 拉到了荒郊搞费 提载放话 六载的人不得进淡水一步 第二年出现在淡水的六载头马强载被人打残 六载强载一个变成了残疾人 一个沦为了乞丐 提载则是因干掉六载民生大造 私下开堂拜关公 瘦小弟 马载越来越多 势力越来越大 赌场夜场生意赚的是盆满钵满 坐上惠州地下江湖头把脚引 1998年之后 惠州警方强力打击黄赌 提载的生意门路 没了生存空间 便开始谋划转型商案 入手生猪 屠载和酒店行业 提载通过不法手段 获得了秋水中心屠宰场和 发水米屠宰场的经营权 形成了对屠宰场的事实垄断 坊间怨声载道 政府注意到异常的情况 于2015年收回了 依法收回了提载的控制的屠宰场 那么提载狡猾的游走于甲缝之间 积累起巨额的财富和大量的产业 生意版图扩展到了秋长 淡水与三河开发区等地 提载拥有包括奔驰宝马在内的多辆 豪车和多处房产 在秋长学校 小学旁边有一套1000多平米的别墅 还有两家酒店 数间商场和不少地块 在老家有500亩种满安树的山林 楼手下开发了当地一座大型楼盘 旗下有7间公司 设计地产建材和放树业务 手里有钱 有人提载越来越认为自己不容侵犯 接下来便发生了震动各方的淡水第一城事件 2015年8月 提载在淡水第一城酒店KTV包房唱歌时 因琐事掌握女服务员 与赶来的保安发生冲突 赶到吃亏的提载 当即喊来100多名手下围住酒店进行打杂 并且打上两名保安 110赶到之后 这百多人又堵住了酒店门口阻挠办案 与警方对峙一个多小时 最后一名德国省武警散打冠军的警官 带着两名特警亲自与提载谈判 提载才让手下散开 提载被认为拥有较强的组织 公然与警方对峙 虽然影响很大 但是由于造成主要是酒店的财务损失 提载被拘了一段时间后释放 据称提载及其手下曾涉及多起案件 包括1992年的一起强奸案 1997年港图大酒店持枪斗殴案等等 此外当年被提载团伙打残的六载 强载多年来坚持要求追究提载的责任 就如14K大老胡虚勇所说的 黑的终究不能变白 惩罚终有一天会来到 2012年在广东全省展开的三大行动当中 提载涉黑案被列为惠州三大一来 脆大的涉黑团伙案件 由省厅市府主要领导重点督办 上下合力全面受网 2012年8月7日 警方雷霆出击 于提载秋长的别墅内将他当场抓获 同时被捕的还有散落各地的数十名提载团伙成员 2013年11月底 提载及其团伙成员20人 在惠州中院接受了为期三天的停顺 提载被控组织和领导黑社会组织 故意伤害、寻衅、滋事和开设赌场罪 2014年4月 惠州中院宣布判决结果 述罪并罚判处提载 有期徒刑24年 没收财产1000万元 罚款200万 记录犯罪记录 证人证词和判决结果的判决书 足足有197页 题载不服上诉 2014年8月 广东高院做出终审维持原判 天网灰灰数而不漏 法理昭昭 黑恶难逃 江湖大佬非法手段来得再多 终究与他人无关 并且要为过去的罪行付出代价 接受正义的惩罚 据称入狱前刚做了传癌手术的题载 身体状况不佳 估计余生都要在铁窗中度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